已经十年了 赛罗爸爸 你到底在哪里啊 小赛罗的爸爸 赛罗奥特曼原来是光之国最伟大的奥特曼 而邪恶的贝利亚 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完死了 千百年来一直挑起矛盾 企图毁灭光之国 在一次战斗中 赛罗奥特曼选择牺牲自己 保护大家撤退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大战之后 奥特曼在清理战场的时候 竟然没有找到赛罗的尸体 他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因此 躲在树后的小赛罗 内心一定坚信着他的判断 那就是赛罗爸爸一定还活着 赛罗爸爸不在的日子 小赛罗不但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锻炼 每天俯卧撑两千个 仰卧起坐三千个 就算再苦再累他都不休息 但遗憾的是 这么高难度的训练 仅仅只让小赛罗的战斗能力 增加了一点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天生就是一个垃圾奥特曼吗 就在这时 小迪加冲了过来 小赛罗 奥特之王正在找你 看上去非常着急的样子 好的小迪加 我立马就过去 小赛罗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那我就先听好消息吧 好消息是 你的赛罗爸爸找到了 但是坏消息是我们收到情报 赛罗奥特曼现在正在帮坏蛋贝利亚做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赛罗爸爸 怎么会服从贝利亚呢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其实王王爷爷也不相信 所以准备派你偷偷潜入黑暗军团去查出真相 放心吧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第二天 小赛罗趁着下雨 独自一人偷偷混入黑暗军团 就在他刚刚要进入的时候 看守的怪兽发现了他 大胆 小小奥特曼 竟然敢闯入黑暗军团 乐战一触即发 这时的小赛罗别无选择 他只有打败这群怪兽小队 才能进入黑暗军团救出赛罗爸爸 大家现在赶紧发送加油表情包 给小赛罗力量吧 每个加油都会给小赛罗加99点攻击力哦 我一定要打败怪兽 救出爸爸 有了小伙伴的帮助 加上小赛罗自己平时的刻苦锻炼 突然间小赛罗进化了 他便成了闪耀小赛罗 浑身充满能量 很轻松地就击败了所有的怪兽小弟 小赛罗顺利进入黑暗军团内部 可是瞬间吓了一跳 面前突然有一群克隆出来的怪物 似乎是贝利亚准备用来对付光之国的 更让他震惊的是 自己的爸爸 此时在旁边和贝利亚商量着什么 就在这时 赛罗发现了一旁的小赛罗 快来人啊 把那个小奥特曼给我抓住 多年未见的赛罗爸爸 竟然一见面就要让人抓住自己 小赛罗既伤心又生气 愤怒的力量又令小赛罗再次爆发 直接将面前的所有克隆怪物全部消灭 贝利亚看到如此勇猛的小赛罗 吓得直接溜走了 而赛罗也恢复了正常 他认出了小赛罗 儿子 我想起你来了 我终于恢复正常了 原来刚刚小赛罗爆发出的攻击 正好破坏了贝利亚给赛罗设下的诅咒 没有了诅咒 于是赛罗就恢复正常了 最后 赛罗父子俩终于相认了 真是让人太感动了 认为小赛罗厉害的 就扣一一吧 赛罗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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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罗厉害的